文化文化 文化文化 比如說 污礦有問題 那污礦極差你當然可以花一點錢裝潢一下 也是可以住 沒有錯啦 樓潮人在住 你這一戶也可以住啊 只是污礦極差的問題可能都是 比如說漏水 幣啊 房子 什么图石榴什么等等的 都会有发生 其他要花很多钱的状况 不要碰比较好吧 你花很多钱 然后整理整理 然后再卖掉 不见得赚得到钱 产权有问题 比如说 对不对 法拍的啦 共同产权的啦 部分产权的 比如说兄弟 然后两人什么拍卖 或是故意设个圈套 想要骗你钱的 或是戒指有问题 就是那个土地占到别人的地了 你房子盖房子之后 占到别人的地 然后什么隔壁要求 你拆屋返还之类的 都有可能 所以它卖便宜一点 产权有问题 这个碰了 很麻烦 你根本卖也卖不对 产权有问题 谁要买个产权有问题的房子呢 法拍屋 法拍屋就是衰的嘛 那你还要买这个衰的房子吗 或是它房子 比如说它真的是急凶宅 有急凶宅 那个房子 法拍屋下来 里面墙壁被打烂 马桶被打烂 地板被打烂 整个房子跟蜂窝一样 因为它不爽 没办法 发生了嘛 它房子被法拍 心情怎么会好 它就把那房子全部打烂 然后变法拍屋 那当然你今天在 房仲物件表 看到你看不到这些东西啊 或是你今天想买一个法拍屋 可是法拍屋的问题就在于 你不能够看屋况 里面跟鬼屋一样 你也不知道 房仲钓鱼屋 有很多黑心的房仲会喜欢钓鱼屋的方式 用一个很便宜 价格很令人意外 搞不好照片还是假的道徒 然后打电话问他说 有没有在卖 他说有有有有 今天马上很热门 马上来哦 然后带你去看的时候 他说哦 刚刚被卖掉 可能把你掉出来 他带你去买别的 或是带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这种事情就叫房仲钓鱼屋 钓到你的资讯 然后就开始一直使命给你推销 所以只要说啊 你是因为说看到某个物件 觉得它是很漂亮 价格比较低 打电话给房仲 房仲说没有了 第一时间说没有也就算了 第二时间比如说见面 然后带你去看 他才说没有 那种房仲就是有问题的房仲 这是烂房仲 麻烦你就不要再跟他买任何的房子 因为不成性的房仲 会用房仲钓鱼屋把你钓出来 不成性的哦 正常的房仲跟标准的房仲 是不会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下三烂的招式 不成性的房仲才会拿钓鱼屋 尤其是还有那种很烂的房仲是 拿别人的物件来当做自己的物件 说我有这个房子 要请找我看之类的 那是不入流的房仲 但是这种钓鱼屋 还蛮常见的 还蛮常见 所以这时候你赶快断手离 不要跟那个房仲理会 不要跟他做任何的生意 凶宅 我们刚刚讲凶宅 所以凶宅价格一定比较低 要消失的学区宅 这个最近越来越多了哦 很多房东啊 会收集自己的资讯 知道说 这个学区即将消失 比如说我们讲过 永达技术学院要消失之前 房东当然关心嘛 你不关心他会关心啊 所以赶快卖一卖 比较便宜的想要卖掉 或甚至说 那个学区已经结束营业了 这个学校已经不招生了 他知道 可是你不知道 然后在买的时候呢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他会说哦 旁边有个学校 很多学生 我们这个房子 正在租那个学生 有没有 因为我们每一年啊 每一学期都有学校 小时都有学校 不招生 或是已经结束营业 很多越来越多 有些是你会觉得 哦他不是大学校吗 他怎么突然间说消失又消失 那是因为你没有看新闻 屋主有看新闻 现行实价登录 门牌以三十二维区间 有间成交三十二万 是哪一间 不用猜 就是这一间 永庆实价登录三点零 门牌完整结了 看得到门牌 才是真实价登录 房价真透明 永庆实价登录三点零 最新影片都在 好凡网YouTube频道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 打开小铃铛哦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 还是新闻不信啊 滑梗 两下 结讶